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動作 Greed的內容 做漂亮一點 各位看一下 雖然我們的迷宮已經順利的在 GreenGreedView上表現了 可是看起來還是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這樣子的設定 這邊是把直放進來 畫一個顏色 看一看 我如果是2 我填的就是Brown 就是咖啡色 那我如果是1的話 我填的是Navy 海軍藍 這顏色的格式是Rose Cells Style 跟著Back Color 背景的顏色 用Color Brown 把這個顏色帶出來 類似 但是在1的時候我填的是Mavy 它是一個藍色 再不然的話是0 因為我們的迷宮就是三種直 第三個顏色我就填Honey Dew Honey Dew 那做完之後我們看看效果好不好 等一下 效果還不錯 還不錯 不過一樣 這個太寬了 看起來不夠傳承 做一下修正 這個修正怎麼做呢 嗯 就來DataGreview1的地方 找一下 找一下 它有一個屬性 叫 找一下喔 找一下 叫做AutoSizeColor 目前是None 我們就把它選 AllSales 意思就是說 它會 它會 resize Depends on 那個 填入值的 大小 這邊也說一個 AllSales 它就會 行跟肉都會 Auto resize 就是 先試試看看 Bottom1 選這個 喔 這樣看起來好多了 看起來比較有迷宮的感覺 那有人會不會覺得 有個數字怪怪的 不要數字好不好 好 Good idea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不要數字 就是 這一邊是 對它的Value 填值嘛 那我不要填 就把這一行 comment掉 那這樣會不會好看呢 試一下 選一個大的 看一下它矩正 喔 不錯喔 顏色也還不錯 各位覺得呢 那我們的迷宮 大致上就成形囉